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過我們自救會一戰的抗爭之後 他說好 既然這樣 那我給你們沒有門檻的工作 請問他給你工程師不需要門檻 你去有辦法做嗎 沒有 藍光手電筒 有 他都做好了嗎 有 好 來 國道整條送遠套 工人賣命一場套 國道整條送遠套 工人賣命一場套 你太過 日太過 日太過 情有愛我們無同檻 我情情兩夫 將我們出賣 欽毛二次要怎麼過 把水把藏開來 我情情兩夫 將我們出賣 欽毛二次要怎麼過 我情情兩夫 將我們出賣 欽毛二次要怎麼過 其實我常常到各個地方各個工會去講收費員的議題的時候 很多工會幹部問我的第一句話就是 秘書啊 這些人不是高工局聘的嗎 那私人單位官場我們知道常常拿不到資遣費跟退休金 怎麼政府官場他們也拿不到啊 這個時候我就只好很努力的跟他們解釋說 其實我們收費員裡面有很多人到現在甚至都還不是用勞基法 不是公務人員也就算了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沒有被權去過 可是連最基本的勞基法都沒有保障 讓我們變成勞基法的孤兒 所以才會導致今天這麼多人聚集在交通部前面 要來跟政府給一個交代 整個國道的所謂官場事件呢 是從去年中就開始在新聞上我們有看到 因為我們都知道12月 當時有說我們年底整個人工收費就要畫下句點 那就會一千多名的收費員實業 那當時我們整個收費員有一些私下的串聯 包含連署 包含找立委陳情有開過記者會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想交通部的回應大家到現在冷暖自知啦 那社會也看到到底整個國家怎麼對待我們最基層的工人 所以到2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就成立了國道收費員自救會 那一連串的抗爭我們跟交通部呢 已經協商了應該是正式的協商已經有三次 最後一次呢是在5月9號的時候 那5月9號之後呢 他提出了一些方案 當然我們都覺得他有題跟沒題一樣 我們給他說第一個 我們不相信遠通 我們希望是國家可以安置我們 但是他告訴我們 我們的葉礦石 大家看到我們在寫情葉礦石嘛 葉礦石告訴我們說 請收費員相信遠通 那到底怎麼相信 因為相信不是寫兩個字 相信大海的就是相信 他其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東西 那我們的所謂的是不是國家的安置 是不是用遠通的罰金 他有累積5億的罰金沒有罰 是不是用這5億的罰金來做為安置我們收費員 專款專用 所有我們的訴求他都告訴我們不可能 辦不到 因為依法行政 那我們當然知道這個依法行政 對於高官 對於財團 對於基層勞工是完全不一樣的 阿都的收費員的依法行政 阿都的高官就沒有這件事 就是看 看情勢辦事 那所以呢我們的抗爭其實 非常的辛苦 一直到現在我相信 還有很多人不理解 為什麼收費員 你們不是都有工作的嗎 遠通提供1000多個職缺給你們 昨天有跟大家說 徐旭東昨天在我們去抗議之後呢 他有接受記者的採訪 他說遠通公司提供了1000多個職缺 給400多個收費員 但是收費員自己不來 第二件事情呢 他就是說 整個呢 整個呢 在他開辦ETC之後 非常多的人寫E-mail 謝謝他 我是不知道 學習這種E-mail 如果有的話大家提供給我 我們想一下辦法 就是寫E-mail給他 他說呢很多人寫E-mail 告訴他呢 非常感謝遠通 做了ETC的這個 這個設備 讓整個用路人行車非常方便 他還說了一個非常妙的 你們想想 如果沒有ETC 你在年假或是長途假期 你要上高速公路的時候 你可能要停五個收費站 你想這還得了嗎 這很奇怪 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他其實就是要創造一個東西就是說 收費員你們的問題 是跟整個社會用路人對立的 因為有用路人有受費 那你們出來抗爭 就是反對這個政策嘛 是要讓社會不要支持收費 那第三點他講一個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點 對我來說 他說 而且 現在出來抗爭的國道制就會 大部分都不是收費員 對啦 你不是收費員 你現在是失業勞工 你不是收費員 但他當然要講就是說 他要講說出來抗爭的 都是全關聯啊 聲援的團體啊 他們不是收費員啊 怎麼會出來抗議收費員議題 那因為他才大起初嘛 他可以登廣告 所以他就會一直用這個輿論 來施壓在我們這就會 你的藍光在哪裡 有看到你的藍光 今天我們站在這裡的 全部都是這些藍光的受害者 我們要帶著藍光 往前走 告訴台北市的市民 我們藍光受害者 就是因為交通部跟公局 對他的原庫 員 對他的原本的援貨 沒有上去 我們已經沒上去了 交通部跟遠通 最近 頻頻用新聞稿 跟台大祭出的廣告 試圖抹黑收費員 說收費員不要工作 只要錢 上面還要不要工作 要 要不要工作 我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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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我工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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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遠遠 害怕遠遠 照顧郎哥 照顧郎哥 是漢國道 越漢國道 國家關城 客氣消炎 無力遠遠 是漢國道 越漢國道 我們從六月八號夜宿到現在 當共群對我們不聞不聞 我們明天會給拉下最後的動點 要投出來跟我們寫聲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到 馬以九的官邸區 請馬以九跟周美青 幫我們協尋 江頭部部長葉皇師 如果我們真的被迫 用作所謂違法的行為 真正違法的是國家 不是我們這些 基層的老工人 不是我們這些 年資不見 沒有推銷金 沒有支減費 還被遠投這個二子 財頭昏迷的收費員 我們請社會聽到我們的聲音 高工具持續挑戰 高工具持續挑戰 消費員堅持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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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使用國道的消費者 他認為國道是一個 電子收費是一個科技的發展 但是我們要問 難道我們收費員 16、13年以上的青春奉獻 在這個國道 這一條用收費員 顯害累積起來的國道 難道要因為科技的發展 就吸收我們一千多名的工人嗎 國家明明有方法 明明有辦法 可以解決這一千多個人的問題 但是國家謝責 國家就把我們全數的裁員 把我們丟給一個二職的財團 叫遠投 天空使告訴我們 要相信遠投 我們不知道 我們應該相信誰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要怎麼相信遠投 走到這一步 我們只能夠相信自己 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把我們的工作權奪回來 有人說國道收費員 是不是貪得無厭 很抱歉我們國道收費員 從頭到尾抗爭到現在 我們要拿回來的 只有原本所有的東西 為什麼財團違法 沒有任何的責任 可以輕易的卸責 我們一般老百姓 要保留我們原本該有的東西 卻要花這麼大的力氣 馬英九 救救收費員 救救收費員 周美青 周美青 救救收費員 周美青 郭美金就交收費員 就交收費員 直到6月30號 除了是遠東 每一個我們所有收費員的死線 頂線之外 也是多數收費員 從12月份開始失業 你失業給付的6個月 這都不能算的 就是大家失業給付 沒到零之後 就會自己摸摸鼻子 去找工作 不再出來抗爭 決斷國道 國家灌場 國立遠東 抗議殺人 如果明天 我們的交通部對我們 還是不利不睬 我們只好決戰國道 我們大家的實業 請問一會 請問一會 我們要開通宣言 龍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